啊,不是,那,那干脆咱俩都出点钱,上外边买一台得了,白的还能随便挑,那干嘛呀,咱们没买便宜的,咱们上外边买贵的去,胡招,不就是胡白白吗,跟我跟他说,我干嘛,我在外头看他们那个分体式啊,一带二啊,动不动就上万,咱们这个,两千九,这不跟白简差不多吗,胡白白,胡白, 我们治国长这么大,头会白简,您怎么能忍心呢,那我长这么大,我还一回没捡着呢,治国年轻,往后机会多得很,慢慢捡吧,行了,这是两千九,数好了,胡白白,还不好意思要钱,那好啊,就算你消停我的了,凭什么呀,他是我的儿子, 凭什么孝敬你呀,说我没说孝敬他,那我先把钱收下了,不要收,先不要收,老胡啊,不要着急,坐下坐下,坐下干嘛,我不坐,我不坐,家里还有事呢,哎,这个样子的,这个空调问题嘛,我们还得再研究一下, 啊,啊,啊,这怎么回事呢,这不都说好了吗,怎么就变了,这,哎,我就知道,准是你的主意,哎,你这个人哪,哎,一贯就如此,啊,归根皆底,你还是舍不得钱,哎呀,我怎么是舍不得钱呢,啊,我是舍不得你,哎呀,啊, 我看报纸上说呀,吹空调,对老年人确实没有好处,啊,有一种空调综合症啊,听说过没有啊,没听说过,头昏眼花,四肢无力,啊,能不好啊,还有生命危险呢,嗯, 啊,你要真是出点什么事,我还真负不起责任,所以啊,我就决定,把空调留给自己了,啊,哦,对我有危险,嗯,对你就没危险,啊,我是人才,你就不是人才,哦,我就算你不是人才,啊,哈哈,你大小也是条性命啊,啊,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就让空调给吹死,啊,这,这话不能打,咱们这么多年在一块,这不行不行,啊, 老胡啊,这你就放心吧,啊,我这个,呃,多少还比你年轻几岁吗,吹空调,嗯,这种非常危险的事情,嗯,还是我冲在前面,啊,哎,怎么你要走啊,我什么呀,怎么不带你了,哎,这个我都不送你了,哎,这个我都不送你了,你别送我,我还得待会儿呢,甭管你,我呀,要跟你说道说道,甭管你怎么说,嗯,反正这台空调,我这不卖给你了,你呀,卖给你了, 不卖的,无关紧妙,啊,大街上有的是,无非我多花俩钱,我要说的是你这个人,颠来倒去,反复无常,啊,今儿一个主意,明儿一个念头,这么多年了,我认识你几十年了,嗯,你怎么还没改造好呢,怎么是我,怎么是我改造啊,应该是你改造嘛, 就是你改造,你改造,你改造,我就不改,就不改,就不改,哎,你等一会儿,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同志们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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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这天子这么写,怎么雨水这么大呀,对啊,这个天啊,是一会儿一变,刚下了凉长雨,怎么又冷成这个样子了,爸,我要把毛背心给您拿出来啊,毛背心倒是用不着,我看弄不好啊,这个空调也用不着了,哎,爸,这天变来变去不要紧, 您可别别来变去,哎,我这空调钱都交了,过来天是提货了,该,哎呀,你看,天冷成这个样子,那空调不是白买了吗,我本来希望今年夏天啊,是越热越好,啊,最好是,我躲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,啊,我凉凉快快的,嗯,再看着老胡啊,在炎炎的烈日之下,哈哈,热死他,哈哈,哈哈,喂,嗯,您说您, 您自个儿凉快就得了,您干嘛还得热死别人呢,哈哈,哈哈,这么冷的天,谁都热不死,嗯,师父啊,啊,我这两天,到街上去转了转,啊,各大商场啊,都在展开那个空调大战,比着往下降价呀,哈哈,这个两千九一台,还真不能算是便宜,啊, 弄不好啊,过两天,两千块钱就能买上一台,啊,那,您要这么说,等过日子咱们国家入了关,兴许一千来块钱就能买一台呢,你看,我说嘛,所以说,咱们找什么急啊,我活了这么大岁数,经历了八十多个夏天,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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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没那么些个,六十多个,哎,不要乱,哎,反正是啊,是好几十个夏天,嗯,啊,没有空调, 我不也活过来了吗,现在这个天也凉快了,啊,啊,咱们又要入关了,啊,这俩事儿他挨不上,哎,不管挨上挨不上,我决定了,这种空调啊,我不要了,老胡愿意要,就让他要去吧,哎,爸,爸,您看,您这,我怎么跟人家说呀,是啊,是啊,那什么叫怎么跟人家说呀,你到底是我的儿子,不是,那我,还是他的儿子,那甭管谁的儿子,您这么变来变去, 我没法跟人家说我,这,你还说不说,你不说呀,我说,不要,不要,不要,我就是不要,胡学范,你这个人怎么反复无常啊,本来说好的是,啊,要把这台空调让给你吗,怎么现在忽然又不要了呢,老胡啊,不是我批评你啊, 出尔反尔,一会儿一变,你这个毛病怎么老也改不了呢,什么话,我出尔反尔,啊,我一会儿一变,我告诉你,老胡啊,不要激动,啊,不是你自己说的吗,两千九,买一台空调,跟白剪的一样啊,啊,这个,我们治国,现在还年轻, 以后捡东西的机会啊,多的是,啊,所以我就劝他把这次机会让给你了,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关心啊,哈哈,你对我有什么关心呢,你,这不明摆着吗,这两天天儿凉快了,你就想起我来了,过两天天儿热了,我看你怎么办,哎呀,这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吗,主要是我对你的关心, 算了吧,我谢谢您喽,哎呀,怎么能算了呢,关心就是关心嘛,哎呀,老胡啊,你看你这么大岁数啦,身体又是这个样子,怎么了,炎炎烈日,漫漫长下呀,啊,没有个空调,你怎么行啊,啊,奇怪了,我记得,嗯,前不久,嗯,就在这同一间屋子,嗯,同一个人,嗯, 同样的口气,嗯,可跟我说过完全相反的话呀,怎么了,老人不能吹空调,要得空调综合症,嗯,这你就不懂了,嘿,那天我说的,是问题的一个方面,嗯,今天说的是,另一个方面,啊,要学会全面的看问题,懂不懂啊,不懂,不懂,我可以交给你吗,你算了吗,姐,我, 我呀,我也没工夫跟你这儿废话,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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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太太呢,一直说,今年是要买个空调,你看看,既然你们这个,你们家不要了,那,那我就把它买下来,算了,怎么是我们家不要了,明明是为了照顾你吗,哈哈哈哈哈哈,我说,老胡啊,啊,我要买,我可就得买个名呗,啊,你跟我说清楚,到底是你们家不要了,还是你照顾我,啊,哎呀,啊, 你,这个挺大岁数的,你说你叫个什么枝呢,哎呀,我今天就老叫这个枝,你说清楚,嗯,这个,嗯,当然喽,嗯,主要是为了照顾你,嗯,同时啊,我们家啊,也不愿意要了,行不行啊,不行,啊,啊,那,主要是我们家不想要了,同时也为了照顾你,这总可以了吧,不可以,哈哈哈哈,你啊, 你说实话,啊,就是你们家不想要了,这里头根本没有照顾我的问题,你承认不承认,啊,好了,好了,我不跟你耍这个小孩子脾气,啊,就算,我们家不想要了,啊,不是就算,就是,啊,好好好,就是,就是,啊,也承认了吧,行,你承认了就好,我现在回家给你拿钱去,我承认什么了,我,哈哈哈哈,就不是,就不是, 就不是,就不是,就不是,哎呀,这跟天怎么又热起来了,哎呀,这两天,我又到商场去转了转,看见各种 空调,都很畅销,短期之内,恐怕不会再降价了,所以说,这个两千九,还是蛮便宜的,哎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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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哎,这哥啊,我这两天,又对国际,国内的形势,做了一下分析,啊,看样子,咱们入关的问题啊,也不是,短时期之内,就能很快解决的,爸,你想干什么,你就直说吧, 所以说,这个空调问题,我决定,啊,您不用再决定了,我已经把空调给胡伯伯送去了,已经给安上了,安上了,怎么样,安上了,也能把它拆下来吧,哈哈哈哈哈哈,那不行啊,没听说安上了,让人拆他,假吃过,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啊,啊,你在记谁说话,你还是不是我的儿子了, 好,您要再这么折腾我,我真不想当那儿子了,我,谁啊,胡伯伯,谁啊,又来了,又是怎么了,又是怎么了,哈哈哈哈,我们去看看吧,啊,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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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调是不是有毛病啊,给毛,冻死我了,哈哈哦哦 老胡啊,我借你们家第一回暖和暖和行 好,老胡啊,我早就说了吧 这个老年人吹空调肯定 我明白了 你存心啊,跑到我们家来气我来了